Hello各位姐妹们我是Jacky 今天视频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开箱 那年中呢就是有很多折扣在发生 我也买了很多东西 已经买到我的办公室的地上堆不下箱子了 所以呢今天就和大家先把这些箱子开完 我们先来开这个吧 这个是我在Issense上面买的 我这一次买的东西不多 而且它也到的非常的快 好像每一次他们都是两三天就寄到了 这是第一件 这是我其实买了两件都是T恤 因为我觉得好像T恤在我平常的生活当中特别穿得多 这一件呢就是现在不是特别流行的那种多巴胺穿搭吧 然后我看到这个粉色我就好喜欢 然后它有一个笑脸的太阳花的那种感觉 是太阳花吗 看看 然后我觉得很衬肤色 你就是出去扎一个马尾啊 然后就可以出门了 然后它可以配什么牛仔裤啊 牛仔短裤啊 白色的裤子啊 就很好搭 哇就粉色好好看哦 好粉嫩好粉嫩 非常的多巴胺的一个颜色 这个是Jack Muse的 Jack Muse家的衣服我都蛮喜欢 特别喜欢他们家的衬衫 但是就是有一点贵 但这一件还好 这一件是差不多对着的时候买的 还有这个是一个潮牌 没有那么的无聊 而且这件衣服打折完也是价格非常划算的 这就是我每天可以穿出门的衣服 特别是带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特别合适 你看它这个细节还是满满的 你看这个领子部分的设计 然后 哇我刚刚这边弄的都已经出血了 然后这是它的背面 有做一个小小的商标在这里 它的颜色呢不是一个白色的 它是一点那种偏黄的白色 也不是乳白色 对就有一点那种beige的颜色 这件我也很喜欢 不错吧 我去拿个创可贴 OK我回来了 OK essence呢我就买了这两件T恤已经开完了 然后从目前为止看了 我觉得这两件我都非常的满意 然后呢就是我边上这个箱子 我已经打开了 是我在小红mota618的时候我下单的 里面主要就是一些吃的东西和一些美妆的小工具吧 那我们就看一下 一个是这个元气森林的一个荔枝味的这个 它是有一个套装 好像是五瓶装的 就你特别嘴馋的时候就想喝点甜的带气的时候就可以喝它 然后呢还是一个喝的是这个三德利乌龙茶 这个乌龙茶在这边其实蛮难买的 后来就没有看到过 但是它这款无汤的乌龙茶 就是真的是我从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喝 那它这个呢就是好像是三瓶一卖的 还有一瓶我已经打开喝了 就还是那个以前的那个茶的味道 我还买了一个这种 这个应该是一种带泡茶吧 是这个 它叫玉米须牛磅茶 因为我知道玉米须和牛磅都是比较养生的食物 它就是这样子的 闻起来有很重要的味道 就这种东西了 我还蛮喜欢喝的 包括那些就是广东的凉茶 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去掉身体里面的湿气 所以我买了一个这个 哇哦不对 这个乌龙茶不止三瓶 好多瓶啊 哦原汽森林好像也是不止五瓶 好多瓶啊 我们继续看吃的东西啊 这边呢 我是买了一个黄饿嘛 的麻辣烫 这种的 就是那种中午你在办公室里面 简单的煮一个吃的这种麻辣糖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就我这次就非常控制自己 让自己不要买太多的零食 因为我感觉我这段时间好像有点太放纵自己了 吃了特别多的零食 这个零食吃了之后呢 不是说体重 我觉得我体重变化不大 但是整个人就感觉很肿 就没有那种很轻快的感觉 所以我后来在下单时候 把很多零食全部都去掉了 就稍微买了一点点 就是有的时候中午你没有时间带饭啊 然后或者没有时间出去吃的时候 就买了一点方便的午餐 还有一个 这个就是买过很多次的那种薄多的拉面 就是方便嘛 然后它里面就是一个汤料 一个面也没有什么配菜的 有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放一点青菜在里面 还有一个是这个水果糖吧 这种水果糖呢 就是给小朋友的 有的时候我去接他们的时候呢 就会给他们一个treat 还有这个 王宝宝酸奶水果烤燕麦 这个呢就纯粹是为了早上方便 这个品牌啊 我听到好多 它好像蛮多广告的 但是呢我就没有买过 这一次看到它反正打之后 想买来试一下 因为它好像有一个特点 它里面加的呢 不是白砂糖 好像是秋菊糖 然后这个里面是那种草莓冻干 水果冻干的 想说早上啊给小朋友吃早饭会方便一点 吃的东西呢好像就这点了 来看一下我的美妆的东西 买了一个这个鼻贴 就是那个鼻子上的黑头嘛 就是非常的困扰我 然后我也用过那种三部曲的 三部曲的呢 好像对你的皮肤的伤害会比较小 但是呢就是太慢了 然后我想说还是买一个这种就是贴完撕掉的这种 这个是素质燃的 这个双眼皮贴我还买的太宽了 就这个双眼皮贴嘛 我之前是看那个于书欣介绍 他说特别好用 他好像每一次都是实在意买的 然后呢我就买过一次 这已经是回购了 我就觉得挺好用的 这一次它打折嘛 我就再买了一个 还行 大概宽度是这样子的 不知道你们能看到吗 是这样子的一个宽度 这个东西真的是太隐形了 所以你可能看不太清它有多宽 我今天是没有贴 但是我经常还是会贴的 调整一下眼形 所以这种东西呢 我就是会常备的 包括这个 这个是一个调色的 这个我好想要啊 就是你可以把它戴在你的手上 然后呢把那个粉底液啊 或者你用的遮瑕啊 放在这个上面 然后在这个上面调 因为我一般都是挤在手背上嘛 然后我其实不喜欢 手背上有那个粉底液 然后还要擦还要洗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它还送一个这个棒子 可能是挖 挖粉底液啊 或者是挖那个遮瑕的棒子 我觉得小红墨上面美妆的小工具 真的很多 这个是车厢的 这个牌子 我从来没有买过 它叫加斯 便携式香气卡片 车里的这种卡片 我感觉差不多一个月你就得换了 就没有味道了 所以就一直会买 我还买了一个它的这个 香 香薰的蜡烛 我会放在办公室里面点 因为放在家里面点的不太安全 小朋友就是很喜欢 如果有一个火的东西在那里呢 他们肯定会用手去碰的 然后它打折打下真的好便宜啊 这是 这是上海的一个牌子 没有用过 打开闻一下 我其实很喜欢香薰的 包括我现在的办公室里面 我就是七七八八 前面的房间 后面的房间 厨房 我都会放各种各样的香薰 就我喜欢这种香香的味道 但是不能太浓郁 嗯 我闻到了 还行 挺好闻的 哇 这个杯子可以啊 我觉得 对着起它这个价格 它像是那种陶瓷的杯子 你们看它是这样子的 但不是特别的大 然后正好我办公室里的那个蜡烛已经点完了 它里面为什么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这个木勺 这个木勺是派什么用出来 不知道 它的前调是柠檬 甜橙 佛手干 柏树 中调是小豆蔻 绿茶 茉莉 百香果 后调是雪松 摄香 它说它的燃烧时间是40个小时 有点漂亮 买了一个打泡器 这个打泡器是大创的 就是用来给那个洗发水打泡的 蛮可爱的 买了一个气垫BB 这个是叫正薛墨 应该就是一个韩国的化妆师的品牌 之前我看别人拍的去韩国的Vlog 然后去逛韩国的药妆店嘛 就说这个是在那个气垫排名里面排名第一 就韩国女生还蛮喜欢用这个的 所以我就买了 价格也不贵 它里面有一个正妆 一个替换妆 嗯这个价可以 打开是这样 一个cushion 哦里面还没有打开 我买的这个色号是 light 买了一个 就是什么 水眉笔 人家教化妆 很多人都用这个水眉笔 说画出来的眉毛特别的自然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品牌叫 维姿 完全没有听说过 也完全没有用过 买来试试看 精准如 刀锋水眉笔 我买了一个灰棕色 大家能看到这个笔头吗 它画在手上就是这样的 诶出水还蛮自然的 等我用完了再和大家分享 这是什么 哦还有这个刷头 这一头是刷头 这个是腰质的散粉铺 蛮小的 比我现在用的那个散粉铺要小 黄色的还可爱放蛮可爱的 这个颜色 它一盒里面有三个 在这样子的盒子里 这个盒子用来装那个沙拉酱挺好的 我再买了一个卫生棉 这个卫生棉呢是那种薄款的 因为我觉得好像在量不太多的时候 还是喜欢用特别薄特别短的 它这个是23厘米的 甚至有的时候我会买到再小一点 21厘米的 然后这个是有 呃有那个翅膀的 买了一盒 还有一个也是腰质的 这个是腰质的粉铺 这个应该是我买那种手指的粉铺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种 啊 好小啊 好 cute 就有的时候你用那个眼下的遮瑕啊 或者是鼻翼啊 嘴角的时候呢 就你想要精准的 然后你就用这种 然后就可以这样 这个 这个 这个我喜欢 我觉得这个很有用 还有一个也是那个加斯的 它是随形香气挂件 这个挂件是可以挂在那个车里面 挂在车的出风口 然后它就会有香味出来的 反正我这次好像买那种香薰的 都是这个品牌的 加斯的 我还蛮喜欢尝试 那种没有听说过的那种香薰的品牌 有的时候你真的可以挖到宝 而且它有的时候价格就非常美好 好 这个 这个 就是吸水的硅枣垫 想把它放在那个浴室里面踩脚的 就是这个 上一次我去我朋友家 他就买了那种硅枣泥的垫嘛 我以前没有用过 然后发现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好了 就是它吸水很快 然后干的也很快 就觉得还蛮卫生的 好像这个东西也很容易清洁的 如果你真的觉得它的表面清洁不干净了 你就用什么沙纸给它打磨一下 它又可以继续用 还不错 它的厚度呢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厚度 然后这样子的大小 大小还可以 可以可以 它还送你这个打磨的那个沙纸 OK姐妹们再给大家看两个 我在那个叫什么浇下买的 一个呢是它的这个口罩 就是这样子戴着的口罩 因为我现在化妆了 就不给大家戴了 给大家看一下照片 我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也戴 这个口罩呢 我觉得还行 就是你出勤的时候 上下班的时候用用还行 它呢 没有我想象当中戴在脸上那么的热 但是就是跟所有的口罩一样嘛 你戴了时间久的话 它这个固在耳朵上的地方呢 会有一点疼 就总的来说 我对这个口罩还是满意的 然后买的两个就是那个冰袖嘛 冰袖其实这个东西 也不是什么新产品了 然后像有的时候 你穿就比如说 我刚刚开箱的那种 比较大的oversize的T恤嘛 你照那个防晒服是照不进去的 所以呢我就买一个这个 就这么戴着 这个还蛮实用的我感觉 好 现在我们来开箱Zara 看一下我这一次Zara折扣季的时候买了一些什么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包包 这个包包呢是一个草边的包包 就是特别度假风男发风的这种包包 我这个呢是在它打折季开始之前买的 因为当时我就是想要配衣服嘛 我要拍摄用 所以我就买了 然后我发现它也才加入了打折 但是呢就是它从APP一开始 反正就sold out了 还好呢我是在打折之前呢就已经把这个买下来了 还有一个呢也是在打折之前买的 就是一打折一开始它就sold out了 就是这双白色的夹角拖鞋 这双夹角拖鞋就是一个主打一个实用百搭吧 它前面呢做的是这种方头的设计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夹角的 它是皮的 根呢是那种小猫根 你看它的根不算特别高的 还算是比较低的一个根 就是你平时呢还是可以比较容易驾驭到的 我当时买的也是为了配衣服拍摄买的 然后收到了之后呢我就还是真的蛮喜欢的 就觉得它还蛮百搭买实穿的 然后我们现在来开这些箱子 这些呢是我这一次打折的时候 在那个APP上面下单的 一个呢是一个这种戴帽子的连帽衫 它前面是一个拉链的 这个呢就是小朋友早晚 比较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呢可以罩在外面 这件我蛮喜欢的 它是那种蓝绿色加上黑色的条纹 我觉得配色我觉得挺好看的 OK这件喜欢 然后呢是一条白色的牛仔的中裤 这个呢就是你可以配T恤啊 配衬衫啊什么的都可以配 它差不多呢就是在膝盖上面一点点的 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我买了一个白色 买了一个黑色 这两个款式还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呢哎呀 就这个好像不是我特别喜欢的 就是扣子要一直这样子扣上去的 这个呢我看一下 这个呢是拉链的 我感觉拉链的会比较的方便 好像这种扣扣子的到时候 我可能就是穿了一次两次之后就会嫌麻烦 然后就会闲置 考虑考虑吧 但白色的我觉得我肯定会留的 OK这个箱子里面就这点东西 再来开一个 这两个里面是两个鞋子 这一项是黑色的水钻的这个鞋子 这种银色的水钻再加上黑色的这种线条嘛 配那种比较礼服一点的裙子的时候呢 你就穿这个呢会比较的正式一点 这个我也是买了配衣服用的 一看呢就不是日常适合我去穿的 然后它这个跟的高度呢是稍微有一点就也还好 这样子的一个鞋子 因为它当时打折打得蛮猛的 这双好像已经打到了对折了 这是另外的一双 这双是一个loafer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点夏天大家有没有发现 银色的鞋子特别的火 它可能搭衣服就比较出跳一点 它呢稍微带一点点跟吧 其实我喜欢的鞋子是稍微有一点点跟 没有太平的 其实你们觉得嘛 一点跟也没有的鞋子 其实走路也很难走 不过这个开车的时候穿会比较的好 就还蛮安全的 因为它没有跟 还有最后一个箱子让我们来打开吧 这个箱子有点重 这里面有好多铜装 我已经看到了 不会吧 我这个包装买了两个 这个水钻包包 用来配鞋子的 就刚刚不是买那个水钻的鞋吗 这个 它是银色的吧 它这个是有一种断面的白色吧 白色还是 对断面的白色 然后上面有各种水钻的包包 这就是一看就知道 它是用来配衣服的 你可以配这个 我感觉这个白色的鞋 跟它也可以配啊 就是刚刚买那个水钻的鞋呢 也可以跟它来配 然后一不小心手滑点了两个 那肯定是要退掉一个的 这边还有一个包 我到底是买了多少个包 一个珍珠包 也是用来搭配的 你看 下面是那种流速的 这个包包你还别说 在镜头上面看还蛮好看的 你看 就这样 中间就是这样子 里面有一个银色的链条 可拆卸的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斜胯包 但我应该就会这样子拿出去吧 这下面的流速 鞋块也可以 可能你在走路的时候 这下面的流速就会这样晃动 反正这都不是什么实用的东西 OK 接下来的呢 都是 小朋友的 T恤和短裤 这个是小豹的这种T恤白T 我好喜欢给我儿子买白T啊 但是就事实上的就是 我儿子每一次白T穿出去 穿回来之后就变成花T了 这个颜色可以 这个橘色和蓝色配的上面是有一个小老虎的 这个我喜欢 好喜欢 小小的童装 基本上你在开抢了之后 常穿的实穿的款 它一开始打着那个APP上面就抢得很快 尤其是小男孩的裤子 大家也知道小男孩有多废裤子 裤子基本上都是穿坏的 这个喜欢 这个蓝色的 那种淡蓝色 然后深蓝色的条纹 像后面的标有一个这种彩色的标标 然后前面有一个小小的口袋在这里 这个我喜欢 它的裤子 长裤 这是那种长的lagging 上面是五颜六色的小汽车 反正小孩嘛我觉得就尽量给他买一点色彩丰富的 这条也不错 是一个长裤 然后上面有一些那种几何的彩色的图形 这样子的 下面呢是它不收编的 是这样子的 然后它把它折上去的 这还蛮肥的 这又裤子 穿着会比较有型的 这个我喜欢 我觉得Sara的童装一直都还蛮戳我的 我应该是买了很多条裤子的 然后这条是一个短裤 这条短裤就普通一点了 然后上面是一些那种海岛的图案什么的 这条有点普通 不普通通 真的 然后呢是一条绿色的snooby的运动裤 跟你说男孩子最好的买的就是运动裤 你看我又买了一个白色的 我真的很喜欢给我儿子买白色的 但他们每次穿回来真的都很脏 就是在Sara打折的时候 我抢裤子的原则就是只要有码就先买下来 真的就是走得很快 这个可以 它不是很厚的 是有点偏薄的 就是夏天的时候可以穿 早晚比较凉的时候可以穿 这一条好漂亮 是粉红色的 正好我儿子有一件粉红色的T恤 上面呢是有一点点那种海岛的图案 这个可以 小短裤 这个就是一个纯色的短裤 又是一个白色的 我跟你们说 就是我的小儿子是很喜欢穿新衣服的 就其实小孩我觉得他才两岁嘛 其实他特别懂 他就知道是新的 是New Clothes 他就知道 而且他就很喜欢穿 这个是好漂亮 长颈鹿的 这个颜色我喜欢 它有一点黄的 有点泛荧光的黄色 然后底色是一个饱和度比较低的黄色 上面是长颈鹿的图案 就你给小朋友买这种动物的图案啊 五颜六色的汽车的图案啊 就不会出错 好又是一条裤子 这个裤子就和刚刚那条白色的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颜色的不同 又是一个白色底的 这就是运动裤 相对来说比较薄一点的运动裤吧 这上面应该是有各个球对吧 这个我认识是胡人对啊 这个好看 一条红色的裤子 这个红色 里面加一点橘色吧 就还蛮亮眼的这个红色 这个呢和刚刚那个白色和那个蓝色一样 也是一条这个裤子 我好像把它 这个款式的所有颜色的裤子都买了 这个普通吧 有一点厚 它这个图案吧 没有我想象当中的好看 有一点太黑了 普通 我觉得有点普通 我发现刚才那条裤子 我抢了两条 难道又是不小心摁错了的吗 买了两条一模一样的 就是手滑 又是一个手滑 这个又是手滑吗 我买了两条一模一样的吗 我的天哪 我怎么手这么滑 这就是一个legging 长的legging 就冬天的时候 你给它穿在 有一些裤子的里面嘛 就穿一条比较紧身一点的legging 这个图案也可以 是什么大象啊 长颈鹿啊 就动物的图案 这是一条黑色的运动裤 然后是属于比较薄一点的 但我感觉这条的面料摸起来不是特别的好 你看它就摸起来 你就能感觉到它是59%的polyester 和41%的棉 OK 这样子的一条运动裤 就大坏也不坏吧 好啦 Zara的东西呢 也都已经开完了 感谢大家和我一起分享开箱的快乐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见吧 拜拜 拜拜